一个不知简简的女人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们陈家 配不配得上 与你无关 是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出轨的女人 还被陈家给抛弃了 也是 对你来说没有关系 因为你有男人包养 还有人送给你这整洞的大婶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出轨 还有这栋大厦是我的 看看呀 还真是义愤填庸啊 想让我相信你可以啊 你叫我一声奶奶呀 我就相信你 你 我叫你一声奶奶 你敢答应吗 那你叫一声试试 奶奶 哎 瓜孙女 你竟然敢打我 刘管家 我要让安琪公司破产 好 喂 谢谢啊 把我查一个叫安琪的女人 我们要让她的公司破产 好 真是笑死我 就凭你们两个 想让我的公司破产 是不是真的 待会你就知道了 就你们两个吗 你们两个也没好好掂量掂量自己吧 小姐 老夫人 等您这么多年 都没有让您叫一声奶奶 她会为这声奶奶付出代价 你们两个人还在这儿抵顾什么呀 实相的话 赶快从这儿给我滚出去 对 我说了 这栋大厦是我的 该滚的人是你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我家的公司啊 就开在这个大厦 恐怕呀 你是没有机会让我滚出去了 哦 是吗 那我们既然来了 要不你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你的公司吧 哎 我说呢 说了这么多呀 原来就是想巴结巴结我 上我带你去看看我们公司呀 那不得去看看 因为你的公司啊 马上就要倒闭 林初夏你胡说什么呢 如果想找见识的话 那就跟我走 上你看看 能将陈家媳妇的 都是什么样的人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 怎么样 大吧 的确是挺大的 但是吧 这么好的办公室 我怕你以后都做不了 林初夏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从一开始到现在 你一直都在堵住我的公司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 让你为那医生奶奶付出点代价 你给我装什么的 你以为我会害怕吗 就你这个求人 能把我怎么样 安琪 你欺负我 羞辱我 还拆犯我和陈峰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怎么样 你这副嘴脸真让人恶心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身份 还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身份怎么了 你这副嘴脸真让人恶心 我专门 你这副嘴脸真让人恶心 你把你cak下 你一个被陈家抛弃的儿媳妇 还敢站在这儿跟我比吗 一体 小米 媽 林初夏你怎麼在這 媽你可算來了 你不知道 你的前二席林初夏呀 竟然跑到我們公司來撒野 林初夏 你也不看看你什麼身份 還非得跑到安批公司來丟人現眼嗎 媽 不對 阿姨 您永遠都是這樣 有錢的 是你媳婦 沒錢的 就是給你丟人 怎麼 你窮你還賴我呀 你跟安琪比起來 那就是天差地別呀 就是呀 我呀 可是公司的CEO 就你 給我提鞋都不配 你們只會用錢去衡量一個人 沒錢 就要被看不起 那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我比安琪還有錢呢 你會接受我這個兒媳婦嗎 對 我就要認錢 你說你比安琪有錢 我可不信 如果你要比安琪有錢呀 我可以關心叫祖祖 那你就睜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哎呦 你還有銀行卡啦 這卡里有多點錢呢 媽 就咱家陳峰一天給他那二百塊錢 他這卡里能有多少錢 這張卡里面 有一千個億 一千個億 我發現你真是吹牛都不打草稿 你知道這一千個億後面有多少零嗎 林初夏 你一個鄉下的窮丫頭 你什麼時候這麼有錢了呀 因為我一直沒告訴你 我有一個有錢的奶奶呀 媽 你不會真的相信他了吧 你想一下 他要是那麼有錢 他甘心嫁到咱們家去做家庭主婦 他肯定啊是騙你的 這倒也是 如果他要是真是一個大小姐 這麼有錢 他能嫁給咱們家小楓 能在咱們家的媳婦做飯 就是 咱們呀別跟他廢話了 趕緊讓他滾出我們公司 省得呀 髒老公司的地 幹什麼 你們給我住手 放開 我自己會走 把護婦做到 小姐 你打算怎麼處理它 他們會來求我的 總統長不好了 我們公司破產了 股東也被挖走了 什麼 你說什麼 啊 怎麼會這個樣子呀 怎麼可能呀 這些股東都是我的老鄉好呀 怎麼可能說跑就跑呢 董事長你要是沒有辦法的話 我我也不能在這幹了 你你哎 你別抖啊 之前白眼了啊 到底是誰幹的呀這 初夏你去哪了快跟我回家 我都知道了 其實你要是累了 喜歡上了別人 你可以跟我說我同意離婚 你知道什麼了呀 你跟別的女人搂搂抱抱被趴到了 你還要騙我嗎 你胡說什麼呢 我什麼時候跟別的女人搂搂抱抱了 嫂子都給我看大片了 哦 那天啊 那是一個顧客撒了我一身酒幫我塌來著 嫂子幹嘛給你看這個 安琪 又是他挑撥 老公 老公 你真的沒有背叛我嗎 難道我在你眼裡就是這樣的人嗎 對不起老公 我應該相信你的 走快回家吧 媽 小楓 小楓 我好不容易把這個女人趕走 你怎麼給我帶回來了 媽 你這是做什麼呀 我是不會和初夏離婚的 小楓 這個連初夏在外面找男人 我不管 立即得跟他離婚 什麼 老公 我沒有 要不然怎麼有人送你五千萬的房子 我也不知道 小楓 你看看 他也解釋不出來了吧 老公 你要相信我 我是絕對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媽 我相信初夏不會的 大嫂能污衊我和別的女人在一起 他同樣也能污衊初夏 小楓 怎麼了媽 你們就別再說了